在他的App 約好時間 信用卡付錢兼請假等他來 然後跟我說安排不到? 叫他轉數快退錢 又不回覆 我兄弟八月尾付錢 約了師傅上門洗車 到時又沒有人來又沒有人聯絡 退錢又說要用信用卡 還要等一個月 最後沒有人應機 連Facebook IG 都blog 不單止他們 我們近日都收到苦主求助 說透過這間以社企作招來的公司 洗車盒 預約了上門洗車 結果被放飛機 這條片是由日本Sagami 雙無安全套贊助博出 還用傳統乳膠安全套 個個都轉了超抵用的Sagami 0.02 我剛剛換了車 想幫車打納和洗車 用洗車盒的App 約 才用過一次 我覺得可以的 所以想著這次都用完 但是 誰不知 這次用同一個方式去約的時候 給了錢 到當日要做洗車打納的時候 發現沒有任何人聯絡 然後 期間等了一個多兩個小時左右 就完全沒有聯絡我的跡象 我就嘗試打過去CSHotline 都是沒有人聽的 之後再等多一等 再打幾次都是非常留言 完全找不到渠道去找他們 Jacky明明約了8月30號 晚上8點洗車 訂單亦都顯示成功預約 和已經指派工作人員 但到了洗車當晚 對方竟然no show 和兩年前很大分別 基本上你預約完第二天 已經由師傅會主動聯絡你 約了你何時洗車 在哪個位置 他亦都會問你 那個位置停不停到兩架車 因為他要放他自己的車 進去洗 所以他都會問得好多 2700多 是比外面便宜 其實我主要是 看他方便 因為他是上門洗車 就你地點時間去洗車 因為有時可能上班 不可以 有時可能不想擺車 擺這麼長 就回地點時間 沒有所謂 可能他晚一點會找我 我唯有照去那個地點 我免得失弱 因為直接給了錢 在同車場等 等了大概一至兩個小時左右 都過了時間 當然沒有人 都沒有電話 甚麼都沒有 就變成在白等 Jacky這一日 還特地拿一架洗車 結果就搞到 整個假期都炮湯 事後他透過IG 問回這間公司 誰知道 我之前都試過找過他 但他回親我 都是說辦公時間 10至7 但我基本上 我由早上11點開始 已經找他 到第二天 都是11點找他 但到下午找他 都沒有人認我的 他完全不見了人 消失了 即使按進去 現在已經沒有了 我是直接被他封鎖了 是完全進不回 找不到他 有一點 連追蹤都放不回 他又試過根據網上列出的公司電話 打過去 結果亦都一樣 你已經被接駁到 已忘了 就是打過去 已經是直接給他留言 我現在就試試用Whatsapp 打給他 結果他還是不聽 最離奇的是 他Whatsapp過去 對方竟然說是wrong number 我覺得是假的 Jacky亦都試過報警 連警察都說 自己上過連登看過這個 之前都有人試過哪個東西 變成這間東西 其實都有點出名 人們預約了 沒有錢 但又追不回錢 又是找不到人 想他公司追討 又沒有人應門 而吊詭的是 他的app還預約到服務 我現在用洗車入的app 他依然都是可以進去的 我上次選了這個 上面內高溫授元納 另外再加了一個惡瞬 然後加這個 然後他已經可以選擇地方 有個工作人員 但通常他來去都說幾個 我當是明天 然後他已經可以直接付錢 一他付錢 他才會跟你確認這個月 究竟他們還運作 還是已經倒閉呢 我們日前就根據網上所列的觀塘地址 上門找他們 水牌明明寫著洗車盒 但一開門 你好 你好 是否在洗車盒 這裡不是 大水牌 那個水牌沒有講 因為這個是我做藝術的 我很愛管理住 他們知道 你們搬來多久 兩年 洗車盒登記 我來之前兩年 再前一年 九個月已經搬走了 通常三年多 連管理員都說 時不時都有人上來追錢 多久 很久了幾年 我好緊張 別人這個都新盒 這個除了兩年 很多人都上來找 但怎樣限水牌都不能撕掉呢 我們沒有後備 不會撕掉 要有一個新人 我們就知道 現在就有了 說藝術 他沒有用水牌 我們原本想透過Facebook IG找他們 但發現全部專頁已經delete 連Whatsapp電話都沒有人應機 最後 我們透過社企組織網站 列出他們的email 終於找到他們了 他們回覆說 公司仍然運作 又說如果某一些訂單 指定工作人員未能提供服務 相關款項會退回客戶的帳戶裏 至於為何事主Whatsapp他們 對方說是wrong number 他們解釋會不時整合資源 而Whatsapp號碼 只是用作CS 主動聯絡客人的用途 過往亦都曾經改過號碼 或者暫停使用 不過當我們著進一步 提供市主餘頂的資料 希望他們跟進和回覆 但他們就沒有再回應了 其實 洗車盒2015年成立的時候 打住社企的旗號 聲勢浩大格 話出門會聘用社會退休人士主婦感 當時創辦人Leo 還接受很多傳媒訪問 帶談他的創業路 不過他近年已經轉為youtuber 講電動車了 我們就嘗試透過洗車盒 找Leo訪問 但他們就說 Leo現時並不參與公司的日常運作 所以未能夠配合 雖然今次市主損失的金額不多 但對於他們的處理手法 就覺得好生氣了 其實我覺得他是經營不善 他接了你可以大閣下接了他 你不要再用app出來騙人錢 說真的 雖然我2700多 不是說很多也不是說少 但是他這樣做生意的手法 我覺得不行 帶前提他還說自己是一間社企公司 大家有沒有試過上門洗車 被人放飛機的經歷呢 歡迎留言 記得CMS條片 下條片再見 無論是沒有了十幾萬 我兒子是不是上來健身 還是兩元雞 就被人公開下服照 再被人動手動腳整傷 我的店是我的嗎 我是不是說要試他 四位求助無門 那就要whatsapp 64691456找Channel C 遇到奇人其事 記住這個whatsapp 64691456找Channel C 盡量用百多字 說下發生甚麼事 有片有相約 直接報告給我們 我們回覆你就更容易 記住在Whatsapp 64691456 64691456找Channel C 來